我自己系統化操作新法 其實主要就是說每天盤後功課 那我的盤後功課主要分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大概就是 每天外資法人的期貨進出口 那還有大概就是前天晚上的 道瓊美國那邊指數的漲跌 那還有就是說 像比如說在最終期貨指數的變化 還有那個散戶的多空筆壓 每天去看外資買賣超 大概金額大概是多少 然後要會知道 計算說外資今天買超金 它買超金的主要是買哪一部分 那知道這些 基本對於大盤多空的分析之後 再來就是說我在選股的時候 譬如說我要看說 它是以我來講的話 我大概是技術分析 數據分析比較多 假設我發現大盤是往上走的時候 那麼它的勝率其實是相對比較高 因為前證它波動其實很大 加上它會有時間價值的問題 如果你時間價值在90天以內 因為前證一般發行時間大概是半年 你可以做到六個月 六個月的時間 那通常來講的話 如果說前證它在到期日一個月內 它時間價值會掉很快 那停順點 我覺得我自己抓 一般是抓20-25% 就一定要停喔 假設你快到20% 你還不停的話 那加上時間價值就掉很快 所以很有可能一下就30%了 假設你快到30% 你要再拉回來能夠賺 你要幾乎是40-50%以上的獲利 那譬如現股要有某個程度的漲幅喔 所以我是建議讀者 以我自己超大經驗來講 我覺得20%是你容忍的極限 我覺得要 每天要做投資筆記 就是說你今天為什麼虧 然後在哪邊虧 然後為什麼賺 在哪邊賺 千萬不能虧的那檔股票就不堪了 這也不對 因為你虧了一定有原因 那一檔股票 假設標的在拉起來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啦 其實我大概三分之一大概都是拿來捐款 那主要是因為我自己以前 在那個921大地震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擔任北部部隊的軍職 我那時候擔任軍官嘛 那我們那時候支援下去 支援南投救災 行善其實主要是從1999年 921大地震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就看因為很多兒童 我們到現場的時候我發現說其實 我們在把民眾的大體 可能再把它搬運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兒童 因為兒童的存活力比較強 我自己就看到一個小女生 問我說她爸爸在哪邊 那時候當時我很難跟她講說 其實你爸爸可能已經不幸過世了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自己以後有能力 就是可以投入主要是兒童 教育、醫療 那像國內來說 有三個主要基金會 像家福基金會、兒福聯盟 還有麥當勞慈善基金會 主要是大概都是針對弱勢兒童 在醫療跟教育這方面的協助 我會想說 那些小女生 我會想說 那些小女生 我會想說 那些小女生 我會想說 就是一個小女生 那些小女生 我會想說 那些小女生 可以找到一條小女生 還有小女生